为善不欲人知 一位不愿居民的善心人士 在寒冬之际特别捐出一笔善款 委托市长魏嘉贤 转赠给社福机构还有医疗单位 希望可以发挥抛砖引预效果 激发更多人来关怀身边 需要被帮助的个人或家庭 花莲市长魏嘉贤 五日上午将一笔善款 分别捐赠给门诺医院 家福中心及避世大教养院 魏嘉贤表示 这笔善款来自一位不愿居民的善心人士 在上月底捐出五万元 给财团法人爱花莲爱心文化艺术基金会 指定作为关怀弱势家庭及独居老人使用 另外还准备六万元 指定带转给相关社福机构 医疗单位还有相得四级禅幼幼院 我们在这几年也一直在努力培养 我们花莲在地的这个护理人员 还有不同的这个医疗人才 所以我们也有这个东部护理人员的一个 券目的一个专案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们 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 培养花莲在地的护理人才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话 我们也非常需要有更多的人 继续来捐款响应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专案 那我们新的学期也即将开始了 我们家福一支帮助了三千多个孩子 都其实都在就学中的孩子 所以我们这个学期的结束 新的学期我们已经在做一个 助学的助学金的这样的一个目击 那期待社会大众能继续支持家福 然后让我们的孩子 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求学之路 非常的开心 在施工所这里 接到了第一份的红包 接到了第一份的春联 都喜事连连会跟着来 祝福每一位在各个角落 为我们支持的好朋友们 在这新的意念里面 我们必须大在照顾的一百多位孩子 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在各方面的需要 由于疫情的关系造成整个募款 有的中断 有的不足 那约末大概在了解的过程里面 将近少了两成 那我们希望说有更多善心的人士 都能够出来来协助这些社福团体 那更感谢这一次来协助的 这位善心人士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花联这些社福团体 能够募到逐额的一个经费 能够继续照顾在机构里面的孩子 或是机构以外的一个我们的长辈 让这些长辈都能够过好年 那恳请大家也能够伸出援手 多多关怀我们身边需要关怀的机构 跟我们需要关怀的一些 我们长辈或一些弱势团体 包含门诺医院 华联加护中心 以及毕师大教养院 都分别对三星人士 在2021年捎来第一个援助红包 表达感谢 同时市长也赠送当肯牛年春联先定版 期盼让新的一年喜气满满 也值班借由个人的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关切身边周遭面临困境的个人或家庭 伸出援手 占度难关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